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呢,这次开箱视频 大配量的单随珍珠小铃豆腐 这些呢,都是妈妈链 是9-10的一个规格的 长度呢,都是45厘米长 这个还没穿,等穿一下 等下 等后期视频呢,我们更新的时候 可以穿一下,带一下看看 今天呢,就穿了这个,这是毛衣链 毛衣链的柱子呢,比较多 是6-6.5的一个规格 好几百条吧,都在这个位置 有好几百条 这次的柱子呢,可以说是 单随珍珠中最塔尖的部分了 特别的料,正圆 基本无瑕,这个就是穿了 毛衣链,这个部分呢 有好多,这些都拿不动了 太沉了,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当下最火的 这个小米柱的链,正圆 可以说无瑕,强光 陪我这天女这些带 也没觉得有色差,是不是 外面这条是天女的 这是小米柱,这些呢 我准备穿手链用的 小米柱的项链 最本上穿完了 这是项链,项链都穿好了 明天给你们发货 这是项链,就在我脖子上 这样就穿好了 明天就可以发货了 光泽是超强的 如果呢,你们觉得 配天女呢,预算太高 你们可以配这个链子 配这个项链 这个是980一条的 6-7.5规格的 配这个链子,这是980一条 穿上摩依链呢,还是原来的价格 1900一条 就是这个摩依链 妈妈列呢,这个柱子呢 品质呢,比以前1200的品质 要稍微好一点 这次定价是1580 性价比真的是超够的 因为拿的特别多 所以价位比较低 这个还是老价钱 1080一条 小米柱 小米柱这些,接近100条吧 不到100条应该 还有这个腰紫的这个项链 这是腰紫的 特别的紫 这是10.3到12.3 就是我们常说的11到13的一个规格 穿了一条 这条穿好了 等一下我带给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尺寸都是45厘米长 包括这么大的柱子也是45厘米长 还有都耳环呢 耳钉也是紫色的柱子 这个柱子呢叫Edition珍珠也是淡水有核养殖的 看一下项链哈 今天我们就大芸母看一下 嗯 等后期我们再仔细看 这些全是毛衣料 这些全是毛衣料的柱子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配天女呢 你们觉得 呃 她俩迭代的话 如果觉得预算有点高的话 这样可以迭代 好 这样一起 她俩也可以迭代 这个成本比较低 珠光你们自己自己看哈 超亮的 这个就是那个耳钉的那个柱子 也可以做耳环 也可以做耳钉 是应该是10到11点位差不多 这个是腰子的项链 就这几条没有货 要不有货还多拿一点 这个是妈妈链 妈妈链的珠光也是超好的哈 特别的亮 正圆基本无瑕的 我拿一条看一下 呃 今天还没开始卖 已经卖了很多了 小妹妹已经在穿了哈 穿珍珠项链 这两天啊 这一段时间应该全穿 呃 这些就是拍的 在发火 准备明天发火 我今天穿不敢趟了 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老巷 他几个规格都买了 呃 米珠 妈妈链 磨一链 哈 这才没穿呢 呃 所有的扣头呢 用的都是925银的扣头 这个是日本进口的一个扣头 这呃 这个珠子呢 比较大 我用的是日本这个圆形的这个扣头 这个呢 所有的去员用那个弯弄扣成银呢 不过敏的 就 这是艾尼 Arts枕珠 紫色的一个呗呗的小过 elas 那种小玻璃啊 火中的看法 我看到了 呃 如果说前十五千 拆一条链子太贵了 因为这条链子是2980 我如果说拆一条链子的话 那价位就要往上提一下了 有的人得基本上正常都雇用了 紫色也很漂亮的 珠光比较强正圆的 微微暇 因为Edition的珠子比较大 这个是珠层超厚的 这个是属于有核养殖 像这些淡水珍珠的 它都属于无核养殖的 这个养殖的方法呢 就和海水珍珠养殖的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在淡水里面生长的 好 今天晚上直播有想看的可以私信我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